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乃是我们从心灵里头表现出来的恩惠 倘若我们的心里真的是爱主 倚靠主的 人自然会察觉我们里头那真实的上帝 也从我们的生命的表现认识这位上帝的属性 所以比我们向外传福音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关注我们内在的生命 我们要保守那爱神与倚靠神的心 过于我们外在的表现 因为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让我们今天一同来看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 你们要狠切祷告 在此警醒感恩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捆锁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 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你们要爱惜光阴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各位在这里保罗在前文说到三方面 第一就是狠切祷告 第二警醒感恩 那第三要求神给我们开福音的门 各位这三样就是我们的心怀意念 要回复的内容了 有了这三个内容 我们才能活出基督的美德 那第一 狠切祷告 请问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狠切祷告呢 就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拉扯 所以心里很想亲近神 只有这样的时刻 我们才会狠切祷告的 只有这样的时刻 我们才真实需要圣灵的帮助 也看重在灵里与神交通 今天很多信徒的祷告是形式性的 不能打动主的心 祷告了自己也不被感动 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那继续要吞吃他的世界了 弟兄姐妹 狠切是来自你的需要 不是你的形式 另外保罗说 警醒感恩 弟兄姐妹 请问为什么要警醒呢 因为我们很容易失去感恩的心 进到忙乱 忧烦 埋怨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活在肉体的时候 很难自然的感恩的 我们必须要有意寻找神爱我 引导帮助我的证据 各位 虽然我们活在地上有苦难 有试炼 但是如果我们特意的寻找 也习惯性的寻找神如何帮助引导我们 我们的心必然能向神生发出感恩 再就是 我们信徒活在地上 必须要有一个祈求的内容 当然我们都有很多的事情要祈求 但是 最重要的祈求 就是为了福音的兴望来祈求 今天如果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 兴望福音 那我们必然会经历圣灵的能力和智慧 使我们能够跨越地上许多的思虑仇烦 因为在地上要多得的 反而是会失去 但是为主而能失去的 反而是会得着 所以使徒保罗为福音的缘故被捆锁 但却是常常欢欢喜喜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今天的忧烦不是因为你家庭或者工作上的问题 乃是因为你失去神为我们的人生定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传福音了 我但愿你在这个方面回复祈求的内容 那么当我们的心怀念处在我所讲的以上的光景 第一就是狠切祷告 想亲近神 再来就是时常寻求警醒感恩的理由 再就是也求福音的兴望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外在的表现必然是充满温和与智慧的 能以感化我们周围的人 首先这样的人会爱惜光阴 将他的时光用来经历神的同在与传扬福音 今天很多的人因为爱世界而天天浪费金钱 浪费自己的情绪 所以浪费很多的时光 但是心怀念在主里被保守的人却是与神同行 他看见自己的年岁是继续得着冠冕的 那另外他也会用智慧与外人相处 这也是圣灵赐给一个与神同行之人的 在今天的经文里当保罗说到智慧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人的言语要充满和气 像用言调和一般 事实上一个不能感恩的人是不能和气的 他的言语会充满血气 同样的一个没有望着天国的标端 只思念地上的事的人 他不能和气的 他充满着思虑愁烦 但是在这里保罗强调 要我们信徒掌握如何有和气 与用言调和的言语与外人相处 因为当我们与非信徒相处的时候 他们很关注的是我们给他们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态度先是要保守和睦 然后所做的所讲的要妥当 有爱心也有公义 有恩典也有真理 有怜悯也有原则 有尊敬人的心 但也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 所以行事说话条条有理 倘若各位真晓得如何保守自己的心 各位也会与人相处当中 彰显出这样的智慧 使荣耀归给天上的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